怎会变受害 特首梁振英又丑闻前身 这些丑闻再一次将大家的视线 从油军民生的紧急议题 转移到梁振英身上 在梁振英竞选特首的时候 曾经是他铁钢支持者的刘孟雄 如今竟然公开倒露 刘孟雄在接受杂志访问的时候 带爆猛料说 梁振英在权劫问题上大话连篇 梁振英还承诺邀请刘孟雄加入行会 来回报刘孟雄在特首竞选期间 对梁振英的支持 另外梁振英还说过 自己与泛民是敌我矛盾 凭击人家要言之有据 即使在梁振英否认了这些指控之后 刘孟雄都无法提出确作的证据 梁振英还澄清说 他被没有将泛民视为敌人 相反他还曾经邀请泛民会面 只不过遭到杯葛 泛民对这件事也不否认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谁呢 是刘孟雄还是梁振英呢 那些已经先入为主 认定梁振英是大话争的人 当然会相信刘孟雄 不管他是否言之有据 而那些坚持无罪假设的人 就会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但令人惊奇的是 在很多香港市民 泛民和一些媒体眼中 刘孟雄竟然成为被梁振英欺负的受害者 如果说梁振英承诺 让刘孟雄加入行会做法错误 这样刘孟雄接受政治酬用 也同样是愈发不用 受惠和行贿都属于贪污罪行 如果刘孟雄的指控属实 这样就表明了他接受梁振英 以行会职位给他的贿赂 只是受惠不成才把他曝光 一个留不到好处的受惠者 怎样突然变成了受害者呢 刘孟雄若行会失败 就声称梁振英在潜见问题上讲大话 如果也是真的 那就表明刘孟雄也隐瞒潜见问题的帮凶 来达到加入行会的目的 刘孟雄梁振英两个人都聚责难逃 刘孟雄因为他的上市公司 东方明珠石油 涉嫌贪污被廉政公署拘捕之后 曾经要求梁振英停止对这间公司的调查 如果情况属实 这样刘孟雄就要背上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了 但泛民就将刘孟雄视为受害者 他们要求廉政公署就梁振英以行会职位 向刘孟雄行会一事进行调查 但就没有要求廉政公署调查 刘孟雄的受惠行为 泛民口口声声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 刘孟雄要求梁振英停止调查自己的公司 已经属于干扰法治 泛民为什么不要求警方对他进行调查呢 不要再很费精力玩政治游戏了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房屋和贫穷问题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